说起邓超,相信大家应该已经非常熟悉了,从少年包青天开始到现如今的银河补习吧,邓超一直在不停地转换自己的风格,也尝试了很多转型,尤其是在和孙丽结婚以后,个人风格突然转变, 在粉丝面前完全是一个逗笔形象,在奔跑吧,兄弟里也是综艺感十足,因此也收获了一大批粉丝的喜爱,但是用粉丝的地方就有是非,他们总是能在第一时间知道自己的偶像在哪里在做什么事,各种粉丝疯狂的事件比比皆是,就连天王刘德华拿粉丝都没有办法, 搞得明星们隐私全无,当然邓超也不例外,但他对粉丝的容忍度一向很高,弄出很多让人无语的场面,甚至有一次因为粉丝们的行为,逼得张国立怒含滚出去,事情是这样的, 前段时间,张国立和邓超都去参加了闹艺术家李丁老先生的葬礼,这位老先生很受张国立和众多演员的尊敬,对于他的事事大家也都是悲痛万分, 本来参加葬礼是一件非常沉痛而壮重的事,但是因为邓超的盗来,却引来了一大批粉丝,在葬礼中大喊大叫,在肃穆的葬礼中,显得非常的不合时宜,也很不尊重逝者, 这让内心已经非常沉痛的张国立,顿时怒火中烧,当场就对着疯狂的粉丝怒含滚出去, 这让当时在场的等车自己也感觉到十分羞愧,虽然后来场面已经被控制住, 但对于吃酒的亲朋好友来说,自然还是很不高兴的,网友得知张国立的行为之后也纷纷表示赞成, 觉得这才是对逝者最基本的尊重,是不是真的伤心一眼就能看出来? 对于本丝们的这种行为,大家有什么看法呢?是不是也觉得张国立的做法是对的呢? 欢迎在评论下方留言评论,和大家一起讨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